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到大山里面来找一种非常罕见的野果 从山脚下到这里都走了差不多有一公里吧 现在到这山腰这里就平坦一点了 目前还没有发现,再往前找一下看 应该这大山里面会有的 到这里就发现这个莲子树也长了果 但是今天目的不是它 那个果是叫什么水冬哥,非常罕见 看看莲子现在有红的,也有青的 这个红的也能吃,也不放过 好,继续找那个水冬哥吧 到这边又是下山了 在这里我就发现一片的都是这个水冬哥 应该长有果了 刚刚在那边发现的它是没有长果的 这些就大一点了,树大一点应该有果了 再来看一下 这附近非常的多啊 现在路边就发现这个也长有好多果了 还开花了 看一下这个水冬哥呢 它在远处看起来就非常像这个枇杷树啊 不注意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它是开花结果的这种 啊,果是长在这个树干上的 看一下 啊,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叶子有点像是有毛毛的那种 看一下 果全部长在这种啊,这个树干上 这里 看一下开的花 它的花也是非常的漂亮的啊 啊,现在我们再从它的树叶下面 就看到这个果非常的结了 啊,等一下啊 我会拆两个下来吃 啊,大家如果不了解这个果的话 尽量不要尝试啊 怕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里 我们到山里面来经常吃的 所以我们就不怕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果 来,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水冬哥的果实 啊,它是透白的 像这种绿的就还没成熟 非常漂亮啊 啊,现在我拿果实下来吃 这种在我们南方就比较多了 应该是南方这边有的多 我们又叫它皮地果 啊,它的果汁有点像皮地啊 现在我一按拍出来 大家看一下 手有一些脏 啊,里面还有这种小小的 像这个米油桃那种啊 看一下 它的果汁也就是种子吧 非常像这个米油桃啊 也像这个皮地 看一下,非常的黏啊 它有一副这个冬瓜味啊 这也就是水冬瓜 也有很多人这样子称 非常的甜啊 它的甜度应该比这个 什么瓜了 比那个哈密瓜应该还要甜 这种果就非常罕见啊 它是季节性的,很快就没有了 等这个水冬瓜一没有了 然后这个粘子果它就全部熟了 都是季节性的这几个 这种它的皮非常的薄啊 运输运不了 像我们带回去的不行 一带回去的话 像拿个口袋啊 拿什么来装 到家的话它就全部 啊,这个皮太薄了 它就爆出来了 然后就不怎么好吃了 嗯,非常爽非常甜 嗯,好多啊 这里 嗯,太甜了 就是非常的罕见 这个果很少 大山里面就比较多一点了 小时候我们会经常吃这个果 到山上来放牛啊 放羊的时候 这个非常多 那时 这个果树还要大 比这种还要大 是做到那个树上去吃的 啊,大家一定要认准看准啊 如果对它不了解的话 尽量不要吃啊 像我们认准它了 我们才可以吃啊 我还要找几个吃 一定要找这种啊 透白的 这它的皮是透白的 这种才是成熟的啊 看一拉出来就 一按它就爆出来了 它的花也是相当漂亮啊 来看一下 它是这种的啊 啊,这种果 它还有一点这个小小的功效 就是便秘 它吃了对便秘非常的有效啊 吃起来又像这个皮蒂 但是皮蒂它就没有这么甜了 这种就非常的甜了 它的甜度应该有 二十多以上吧 啊,到时你们找到 你们就试一下 就知道了 它到底有多甜 一定要认准啊 不认准的话 不能吃的啊 啊,这种野果的话 它是生长在这个热带地方啊 啊,北方应该是不会有 乌乌乌乌 啊,现在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再拆一点吃了 这个已经被我吃完了 那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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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